三分钟教我离开宠物店 今天我们欢迎宠物业界金牌顾问张雨晴张老师 大家好 来帮我们分享我们第四章的专业技能这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的问题 第一个是如何判断宠物美容学校的好坏 好好的讲哦 好 那很多宠物店的创业者呢 他的第一步就是他选择了一家宠物美容学校 然后透过学校来学习这个宠物美容的技术 然后他去开店 那当然他的店就是营业项目就是以洗澡美容为主 好所以这个宠物美容好不好呢 这个学校好不好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那我要很客观的跟各位伙伴说 咱们国内的宠物美容技术 其实在亚洲的话算是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宠物美容学校都很好 那水平都很高 但是对这个创业者来讲差别在哪边呢 差别在于说你要什么 因为每一家学校的特色不一样 还有每个创业者的需求不一样 那有的创业者他的需求就是说 我要学到一手好功夫 我可以剪出很漂亮的造型 那但是有的创业者他觉得说 我要找那个考照率啊 就是说考这个考那个美容证照 通过率高的学校 因为我觉得我开店呢 最重要是要让客人看到一张证照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呢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评估 第一个就是说你透过这个网路呢 去搜寻他的口碑 那第一个就是说你去看他的官方的网站 官网上面通常会有一些介绍 那你看看说这个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那还有什么呢 你可以亲自到学校 去就是到学校直接去学校 你跟对方约时间 然后到学校去参观 那现在有还有现在就越来越多的学校呢 他有提供免费视听的服务 那你可以去听听看 我还在跟大家讲 我觉得台湾的宠物美容的老师都很棒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试听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 是不是符合你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每个人的那个个性不一样 那所以这个是判断这个美容学校的一些方法 跟贵跟便宜有差吗 呃现在的收费都差不多 现在的基础都差不多 那些协社长问了一个好问题 这个价格的部分其实都差不多 但它会有两种 一种是说 你别让它看起来不高 可是呢可能你事后 你还得另外花钱买工具 或者说这个在 我们在考美容检店的时候 一定要有模特犬 你得要留在租 这是一种 那有一种是什么呢 听起来比较高 可是呢它可能有包含了你工具 或者说这个考照的时候 这个模特犬的费用 那所以就是说 你要详细去比较 那但是我跟大家说 真的都差不多 只是在于说 你喜欢哪一种教学方式 你再来选择这种教学方式 那为什么 你喜欢的话 那学习效果就会好 重点在这边啊 我觉得应该是看到 那个老师是不是偶像 如果偶像 你会很认真的 看他每一个动作 那是真的 是他讲到重点的 真的真的 所以他必须要喜欢老师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从业界金牌顾问 张宇辰 张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